大巨蛋满满兄弟像球迷 都是要来看职棒球星 周思琪的隐退赛 周六才传出里面漏水 没想到周日场外天花板 也跟着漏水 就看天花板因为雨水渗漏 表皮都膨胀 看起来就像臂癌 大滴小滴的水滴下来 民众经过都会刻意绕过 可能会有一些不好的观感 刚好做到那个可能会不太舒服 它开放到现在都有漏水 外国的国际游人来 那看到说只能漏水 其实是蛮不好看的 应该可以基于合约 去要求远雄要改善 那还没改善 然后现在就开始打比赛 其实是很奇怪的一件事情 大巨蛋起庸至今 每逢外面下的大雨 里面也会跟着下小雨 但是眼看国庆晚会举办在即 年底又接着 有周杰伦和张惠妹的演唱会 若这个漏水的问题 一直没有被改善 可把蒋世佛颜面扫地 国庆晚会还邀请二姐江惠来开唱 倒是一边唱 落后虾 民众场内恐怕也在听下雨声 大巨蛋漏水情况一而再再而三 台北市副市长李四川 8月17日才贴出大巨蛋抓漏照 但成效似乎被打上问号 国庆晚会毕竟是海外侨胞 还有这个所谓很多的这个国外的使节 如果到时候真的还是持续漏水的话 未免还一笑大方 在丢人现眼 对此台北市体育局回应 将严格要求远雄解决大巨蛋的漏水问题 并落实10月底前 全面完成改善漏水问题的承诺 远雄巨蛋也发出声明 6日两天盘点约有200位民众受影响 深感歉意 活动方也立即协助更换座位 目前正持续进行屋顶板与排水检修作业 不过10月5号就是国庆晚会 漏水问题恐怕成为市府和远雄的最大难题 明镜新闻 连转黄启豪 台北报道